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星星 前段时间因为双11 所以我的恰饭视频也略微的有点多 那现在双11已经过去了 我的快递也都到了 所以打算回馈你们一下 给大家出一期你们最喜欢看的购物分享视频 那因为今天东西比较多嘛 所以我废话就少说一点 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双11都买了一些什么 其实这次双11当中 我买最多的东西全部几乎来自于李佳琪的直播间 它这个魔鬼真的是魔鬼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我在直播间买的这个野色派的一个香薰 其实这个东西啊 我收到货以后是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很多的 就这个呢是一个蜡烛 这个是一个香薰 就是这种金黄色的感觉 但是它的这个香薰啊 确实是有点小 我买这个的时候呢 还送了我一个这个秘密花园的护手霜 这个好大 感觉比它蜡烛还大 护手霜哇 就是那种花的味道 涂一点 我觉得这个放在家里面还蛮好的 洗完手全家人都可以涂挺大罐的 抹上手的话就挺滋润的 接下来第二个呢是 也在它直播间买了这个凡士林的唇膏 一共到手是有三个 然后它赠品是送了两支像护手霜一样的那种身体乳 这粉红色是草莓味的 然后它还有个原味的和一个布丁味 我觉得布丁味的还蛮好闻的 就是很像小布丁的味道 说完凡士林的润唇膏呢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祖马龙 因为我祖马龙这一个大盒子 我就买了一支润唇膏 是这个祖马龙的维他命E唇膏 然后里面的这些呢就全部都是产品 我用过一次两次 说实话给我的感觉有点像科研式的那个 看得到啊 就是挺油油腻腻的这种 我觉得只适合在晚上涂吧 就买它的润唇膏 送了三支小样香水 这个是英国梨语小苍蓝 它的经典香型 这个味道就跟它的香水是一样的 好那接下来给大家继续讲一个礼盒 是我双十一收到的第一个护肤瓶礼盒 就是这个欧提利 给大家看一下 是我买了它的一个这个小奶瓶 就是它的美白精华 这个也是我小助理安利给我的 他说他有一个同学 连用了三瓶之后 白的跟个灯泡一样 特别特别的白 他除了这样一个正装以外 还送了四个同款的中药 也就是说这四个等于40毫升 这一个是30毫升 就是70毫升 才卖410 也就是折价相当于代购的一半 我觉得这个还是相当划算的 然后他这个还附赠了一支 他们家的清洁面膜 应该也是一个中药 好下一个就是我今年买到最漂亮的一个礼盒 给大家看一下 将将将将 我们的国货药妆威诺威诺娜的旋转木马礼盒 里面的话就是它特护霜的产品 这个的话就非常适合敏感肌 我自己用下来也确实非常好用 反正威诺娜对我而言就是我皮肤的感冒药 赠品也非常的不错 一共送了两片这个它的保湿面膜 然后送了一盒它的美白面膜 然后还有一支它的洗面奶和一支它的防晒霜 好下面一个呢也是我在佳琪直播间买的 这些全部来自卡诗 这是我自己花钱买的两瓶洗发水 然后我还花钱买了一瓶这个护发精油 就这么满满的一框 全是赠品 8瓶小的洗发水 然后送了发膜有4罐 送了我一瓶这个50毫升的精油 真的很划算 然后接下来呢 我还买了一个身体用品 就是多分的这个身体磨砂膏 这个的质感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就是上手啊 真的像冰淇淋的触感一样 抹在身上 然后它里面有那种很细小的颗粒 然后就是进行那种去角质 你用完它以后皮肤确实是滑的 所以这个我还蛮推荐 因为我们家的宠物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双十一这种节日必囤的 就是狗粮 猫砂 猫粮 还有猫玩具啊这种东西 然后首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抢到的 雪纳瑞专用的狗粮 吃这个粮的话呢 会有一点控制体重的帮助 因为雪纳瑞实在太喜欢吃东西了 跟垃圾桶一样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给猫咪买的 10公斤大包钢 然后上面写了可以吃192天 我觉得相当划算的 我还给我们家小黑也买了一包 这个就是普通的室内猫猫粮 我现在刚想起来 我买的猫粮的赠品 真的非常的优秀 送了一个屁点的逗猫棒 简直是我们十六 现在爱不释手的一样玩具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我在直播间 抢的一些比较生活的东西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这款 妈妈衣选天然直造洗衣凝珠 你把衣服放在洗衣机里以后 直接把这个放进去 就它会自己水解的 然后里面是有洗衣 又有护衣的那种柔顺剂在那 就非常方便 下一个也是想要安利给宝妈 或者是跟我一样自己住的一些女孩子 就是这种它是一次性的抹布 它不是像纸巾一样的 它是这种无纺布的 就是我们平时洗碗的时候 你就直接拿它这样子去擦 就很方便 擦完就扔掉了 我所有的洗脸精什么的 都放在了衣柜这边 我买了好多好多的洗脸精 这个的话是纯棉时代的 然后这款呢是简柔 然后上面的话呢 就是我囤的一些卫生巾 是这个烤拉裤 因为我真的很容易侧漏 还有这个高洁丝的这种纯棉抓心包 这个呢是我买的一个油厅 它就是只能小范围的加热 于是我双十一又买了一个这个 就是俗称踢脚线的取暖器 这个我真的很推荐 那这个的话 它完全可以让我整个空间都暖起来 而且它是静音的 它是这种液晶瓶的 给它看一下 可以开到38度 我立马它就热了 我觉得特别的方便 然后还有最后一样东西 我买了一个我很满意的简易衣架 因为我们冬天啊 肯定都会有很多的大衣啊 外套 然后你不是说穿一天 然后就要洗的嘛 然后你再挂回我们的衣柜呢 又有一点点感觉 好像是它的丧衣服 不应该挂来一起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样的简易衣架 专门挂我穿过了的衣服 然后这个衣架呢 它上面还有这种小抽屉 非常非常的方便 好了 我现在双十一到货了 基本上就是这些 还有22个宝费没有发货 那个22个呢 几乎都是衣服 好啦 今天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知道我是一个败家鸟嘛 我很会花钱 但是我花的开心 我花的乐意 我很开心就好啦 快乐最重要嘛 对不对 那今天就这样嘛 我们下期再见 拜呀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